H5N1和H7N9都属于禽流感 人类与染病的禽鳥或其分辨近距离接触 可能受到感染 禽鳥间感染H5N1会有明显症状或会有大量死亡 但感染H7N9就没有特别症状 人感染到就有35%死亡机会 活鸡是H7N9的主要大病毒来源 所以我们应该要避免接触它们 加禽类食物一定要彻底煮熟才好进食 预防感染禽流感 人禽分隔最要紧